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680集 当然不是好事呀,蠢得被杜兆辉当枪使 夏小兰不太在乎舆论的压力 不管夏大军说什么做什么 夏小兰都能不理会 她也庆幸自己早早和周家人坦诚 没有遮掩过去的事 连她在乡下名声不好都能说 和夏大军关系恶劣,有啥不能说 坦诚是个好品格 说一个谎要用无数的谎去圆上 夏小兰现在就没有这个顾虑 不用怕完美的假象在周成或者关惠娥面前被戳破 她是什么样的人,这两人早就知道 是她找来了,拿着钱,要和我修复父女关系 呸 关惠娥忍不住唾了一声 用钱修复关系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夏大军咋说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性格咋会轻易改变 以前是偏心余孝扮蠢事 现在别的看不出来,肯定还和以前一样愚蠢 真要有心,就不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让夏小兰原谅 在舆论压力下,夏小兰能怎么办 关惠娥被夏大军恶心到了 从夏小兰这里确认了消息 她转身就走 夏小兰要跟上去,被周成拉住 周成脸上有笑意 哎,你没发现吗 我妈现在挺疼你的 她想跟你出气,你就让她去呗 周成同志 你这还没娶媳妇就忘了娘 不太好吧 夏小兰也猜到了关惠娥要做什么 周成不让她出现 是觉得关惠娥一个人能搞定 关惠娥整理了一下衣服 找到夏大军的时候 她又成了端庄的周太太 夏大军不知道这女人是什么人 关惠娥直接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小兰在和我儿子处对象 夏大军一下就愣住了 关惠娥瞧起来真不是一般人 她儿子就是那个陪在夏小兰身边的年轻人 没啥礼数 夏大军对周成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男人不需要太好看 关惠娥气势逼人 夏大军也不是口舌伶俐的 这人的字典里没有情商二字 她直接表达了对周成的不喜欢 我没同意 关惠娥像听了个大笑话 对不住 你可能有误会 我来见你呢 并不是要征求你的同意 你有什么资格管小兰的事 小兰现在是个大人了 她要和谁处对象 那是她的自由 夏大军有黑的脸瞬间张红 她不听我的 是不笑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吧 以你的文化水平 可能不太懂父子子孝的道理 没关系 我发点善心解释给你听 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 我是支持小兰不笑的 孝顺你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我还见过你侄女夏紫玉 和你一样坏心肠 小兰是歹竹出好损 和你们都不一样 关惠娥没等夏大军反驳 继续端着架子比一摊 小兰要是没考上华清大学 你会心心念念 想和她修复感情 快别搞笑了 你这样的人在想什么 我一清二楚 贫穷的人并不全是朴实的人 穷生奸绩 富长良心 有真正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 也有穷山恶水满是算计的刁民 夏大军要想和夏小兰修复关系 是因为夏小兰现在有出息了 能让夏大军有面子 可夏小兰有出息 关夏大军傻事 夏大军没给她提供上学的资源 没有疼爱 非要说夏小兰是吃夏家粮食长大的 不如说夏小兰母亲用自己的劳作 换取了母女俩这些年的口粮吧 不浇水 不食肥 不除草 等枝头的果实成熟了 要跳出来摘桃子 关慧娥觉得夏大军的脸真是大 那层血缘关系 就是夏大军的仰仗吧 还有传统的孝道 夏大军想要靠这些 来叫小兰芙轮 看见夏大军被赌得没办法反驳 关慧娥心情总算稍微舒坦了些 小兰不需要你们家的钱 你能给她的 我们家都能给 你不能给的 我们家也不会吝啬 你现在和姓杜的站在同一条线上 一起温暖小兰 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廉耻心 她是不是要敲锣打鼓的 是不是要去邓文发报 说和你断绝父母关系 你才能不跳出来恶心的 我 你什么你 你就回答我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们姓夏的 不把她逼封就不甘心是吧 夏大军 你不配当一个父亲 你自己也不老实 你是披着老实的外皮在骗人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自己以前做的事 对小兰的影响有多大 现在做的事 有多恶心人 夏大军说不出话来 她以前是没咋关心过小兰 还嫌弃刘芬生的是个女儿 让她绝了后 在村里抬不起头 她也知道 夏小兰和刘芬在家里受欺负 但她其实清楚自己在下家的地位 知道夏老太其实没把她当回事 兄弟也不尊重她 她连自己的境况都改变不了 更何况去改变夏小兰和刘芬的处境 但她现在赚到钱了 有钱就能解决矛盾 小兰也够争气 考上了比紫玉更好的大学 肯定没人再说她绝后 腰杆能挺直 一家人为啥不能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了 夏大军是一根筋 关惠娥偏偏不让她自欺欺人 要把她自以为是的想法给戳破 夏小兰不需要她 厌恶她 不是金钱能补偿的 夏大军一脸茫然 想不通自己哪里没做对 这就是观念的差别 夏大军的见识 局限了她的观念 有些想法是根深蒂固的 短时间内她不可能改变 关惠娥不是来教夏大军 如何做一个父亲的 她是来教夏大军做人 好好说话 夏大军听不进去 那就需要一点非常规的手段 我不喜欢威胁人 以前也没威胁过谁 我很尊重劳动人民 但我现在真的要忍不住来威胁你了 如果你再来反小兰 我会让你见识到 有点小权真的能够为所欲为 夏大军 你去香港去偷渡的吧 姓夏的一家人 都还在农村老家吧 你做任何事之前 都要想好自己能不能承担后果 不要只顾着自己痛快 关惠娥看着夏大军握紧拳头 不敢发作的样子 心情愉快 威胁一个好人 她良心过不去 威胁一个渣子 关惠娥觉得太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